搬运东西,打扫地板 这个学校假期对于慈激幼儿园的老师和同仁而言 是一个非常忙碌的假期 因为北海慈激幼儿园即将搬新家了 北海慈激幼儿园自2004年成立至今 已经走过10年的函数 2014年全新的一年 北海慈激幼儿园将搬新家 空间变大之余 也可召更多学生就读慈激幼儿园 因为这个大空间可以召更多的社区的孩子们一起进来 学习上人慈激的教育理念 然后把教育落实在生活中 终于我们在2014年开始要进入这个新家 在北海慈激幼儿园任职九年的彭蒂莲 这个早晨在北海慈激幼儿园的旧址整理厨房 把厨具搬去新的环境 她的心情是这样的 会很不舍咯 跟这里的联机 这个环境很多都跟她好像久了有感情 以欢喜的心情去期待 希望能跟多社会的其他有机会进来 除了老师忙碌之余 人为学校的家长和学生 北海慈激幼儿园毕业生与家长 也前来协助搬家 让即将开学就读的孩子 有个全新的环境快乐学习 祝你们快乐学习 待新闻庄导新日成日文 马来西亚北海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